《语言语》 各位朋友大家好 《诺报》我不常见面 我是余荣阳 身边都有郑仲辉 宇尔先生你好 辉哥你好 大家好 大家朋友好 今集讲一讲一位日本的经营之神 也有叫他经营之圣人 杜盛和夫 杜盛和夫 很有名气 他出很多书 是关于行政管理和经营的 行政管理 就是企业如何处理员工的不同的事 经营就是说对外有什么手腕 他被日本奉为神级 亦都讲一讲 他出名的包括有 他曾经成立一间叫京池 京都的陶瓷公司 这个京池成为了世界的五百强 他做到这个陶瓷是跨国的 那另外呢 他也都火同几间日本的著名电器公司 包括就是新力 就是大陆叫索尼 那几间呢 三零等等的 就合组了第二电讯 你也有个说法叫第二电电 这个因为是日文来的 那第二电讯呢 就成为了日本的三大电讯企业之一 亦都是世界五百强的 这个杜盛和夫呢 就是他最主要 他本身的出生呢 都是技术那方面的 就是他是读工科出生的 所以他对于那个工业呢 就是当然是很有兴趣 还有很有魄力 那而且呢 他当盛之年的时候呢 也是日本复兴的二线之后 但是他年轻很坎坷 十几岁的时候呢 幻想了肺炎 而当时肺炎呢 就是不同程度的肺炎 可能是夺病的 那他都很沮丧 后来被他熬过了那一关 那后来呢 他发奋做人 一定要出人头地啊 就是创回事业啊 那这样的 其实就是 这个杜盛和夫呢 他是 我现在不能够说他总结一生 但是其实他都不年轻 九十岁 但是呢 就是他呢 慢慢呢 在他经营的过程当中呢 他就有很多著作的 那当中有一本著作呢 它叫《活法》 是 这本《活法》呢 就可以称为呢 可以总结了他之前的作品 还有他最关键的活法那里呢 他是 将这个 宗教 政治 归纳了在那个 经营上 那他就说 他有一句 就是明言 那他就说 我们呢 人不外乎三个过程而已 过去 现在 未来 是三个过程 那过去呢 可以累积你的经验 但是不可以挽回 你是失败 过去就是失败 你将他的经验累积 就是今天的成功 不是过去的问题 未来 其实呢 大家可以计算 但是那个计算是否准确呢 不知道 因为很多 客观因素 导致你的主观 原望 会没有了 但是他说 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现在做好 我们学习一些有名的人呢 是因为他有名得来 是凭他的实跡 所以你看回他的经历呢 是可以 当一个榜样 那样 他是有他的一套 包括自信心 和他一直累积下来 人生的阅历 最重要都是他的哲学 哲学呢 包括他想法的逻辑 那样 他成功 创立了两间公司 但是后来呢 他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 那他六十几岁的时候 一直想退休 退休 退休就出家的 那出家之后呢 原来有一间日本 非常之大规模的机构 这个就是日航 就是日本航空公司 当时是面临很大的危机 我们在那个年代 听过这个消息 说日航频道破产 原来日航累积 他那个欠款 欠款很厉害的 亦都在日本的手上 找杜盛和夫出来之前那一年呢 亏损了很厉害的 一千百百多亿的日元 一年 一年 但是他负债 就成两万亿的日元 那结果 杜盛和夫呢 接手 他肯出家之后呢 回来又入世 那经历 大概年半左右呢 扭转了这间日航 就化规为盈 就能够一年 赚到一千百百多亿 反过来 反过来 就是呢 其实呢 他刚刚线 阿宇常你说呢 这个 杜盛和夫 他退休 其实他也是有一些被迫的 因为他的身体呢 你看他的外表呢 都是五十几壮健的人 但是他呢 年轻的时候 就肺病了 少年时期已经是伸展不好 但是到了六十几岁 七十岁未到 那就变成了 是胃癌 是胃癌呢 幸好是早期发现 是有得医的 那就是割了三分之二的胃癌 所以他的胃癌呢 他就 就是退出 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商界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 退出自己的公司 做陶瓷那间公司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就是那些我补充一点 那做陶瓷 是不是做碗呢 是不是景德镇呢 不是 他做 他做 主要呢 就是做所有电子行业 需要 或者机械行业 需要 需要 陶瓷那部分 大家 绝缘 大家记得 就是有个 就是我们穿梭机 就是说陶瓷 都用 那些陶瓷 那些片 就是 那些在外面 是和散热有关的 是的 所以呢 他做陶瓷呢 其实是一个高科技 不是我们所谓的 都多方面的 不是只是科技 但是他还有一个日事 就是 刚刚我们都说了 他又出过家的 其实他就 你说他出家呢 他又不是削白的 就是他是在寺院那里 是服务的 就是日常的服务 出家都有很多等级的 因为日本的出家 和我们中国的出家 是有些分别的 就是 其实不同的佛教 都有不同的 是 那我们就不要说他那些 那他呢 最主要呢 是对人 就是他内部 那对外那些 我们有机会再说 他内部呢 最重要呢 是 那日本人呢 那团队精神很重要 是 那也由这个 杜盛和夫那里 体验到他出来 那他把他第一间公司 他拥有的股票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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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一个钱来的 有一个金额 就是两千 两百多亿日元 他余数全部 没有带走一分一额 分回给这个公司的所有 这个也是他的思维的 包括后来入这个日行 他都认为呢 要设计一个模式 除了说打拼 这个他有自己的计划 要设计在分红方面的模式 令到那些员工 是乐力的 所以呢 就是他呢 还有一个 他呢 不知道是不是盛志文 就是海洋工 海洋工 公园 公园 以及南桂方之父 和他 看了他的本书 那他日行呢 是不收分毫的 所有的利益 包括什么分毫 包括人工 是没有的 纯粹是一个服务 是救回日本航空的象征 所以这个人呢 可能 老实说 他是 把这个利 最低限度 是看得很淡的 利啊 看得很淡 所以这个呢 也是他 他在经营上面呢 得到大家 外戴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看那些航空公司呢 就是近年的表现比较弱 是不是都要 打拼一下呢 包括马航 嗯 马航在发生 这个 14年的失事之前呢 都已经开始 是比较差的了 以前呢 马航是世界十大之一的 嗯 但是整一整一 无论他的经营 或者他的接待 都是弱了 我也希望一些 那么有名气的公司呢 能够回上去呢 但是问题是 你努力的同事呢 人家都努力的嘛 是不是 那其实呢 就 杜盛和夫 他自己的人生的理念 有一样很重要 他说呢 嗯 他是读信佛教呢 当然 是吧 他是信释迦利 他出生的家庭 都已经是信佛教 就是他是读信 他的国家很穷 读信是释迦牟尼的 那所以呢 他在这方面呢 他就 曾经又是 就是对外 他说过他对人生的谈话 他说呢 他绝对相信呢 区学的离世 不是代表灵魂的离世 灵魂是永恒的 他说 我们做好今天呢 就是我们今生呢 一定要所有的事呢 都要乐观面对 这个世界是没有失败的 只不过你未成功的 那他说这句话就是 但是呢 你的成功呢 必须要依靠几样东西的 就是你的努力 你的诚信 和你的团队精神 最重要是他的哲学 他的思维可以 然后其他才可以 你想东西不行 你怎么努力 都可能没用 因为他始终呢 大家都相信 大家都承认 宗教是一个哲学 就是 你大家 怎样说 但是他想东西的思维 都是有个哲理 因为我们听到 譬如说 一个PhD 就是哲学博士 不是讲 孔子 孟子 那些理论 而是讲 思维上的哲理 那也都讲回 杜盛莫夫呢 他和中国的关系都比较好 因为他参与推动中日友好的工作 其中呢 他在2009年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六十周年的时候 他莫邀在这个天安门广场 是参与阅兵的 他在一个城楼上面的了 那说起他和中国的关系 就是大家都会想起 我们中国的 很有成就的企业家 那会想到很多个 那其中一个当然是马维 那原来马维呢 都在若干年前呢 去日本呢 专程去拜访 是 土教 是啊 杜盛莫夫那里 杜盛莫夫那里 那杜盛莫夫都很有意思 当他们来中国 去演讲 中国请他很多次来演讲 包括在清华大学 是 他专程又去到 可能是不是总部 我就 没有资料 杜盛 也是回访 马云 那我呢 他说 你在一个这么大的竞争 在一个这么复杂的环境里面 你有今天的成就 是不简单的 如果把你这种 这样的拼劲 擺在世界上 你都占有很高的职位 是 哇 就是 很高兴 好 刚才说 杜盛莫夫和中国的关系非常之好 他也接受很多媒体的访问 包括有些出名的刊物 电视台 是吧 大家都很容易看到一些 他过往被接受访问所说的东西 他说的东西 不浮夸 很踏实 杜盛莫夫 他还有一样 就是他经常去参加工作会议 但是他有一样东西 就是在这个日行那里 他呢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其他 譬如基督教啊 譬如一些的 另外一些的企业那种文化 他呢 就去参加会议那时候 就写了个誓言 那那个誓言呢 要每一个在场的议会者呢 都要和他一起去誓言这番说话 他那种投入也很强的 包括他在日本 他做这个日行的时候呢 他是坐飞机上班的 嗯 他不是坐新港线的 嗯 那么他说 他要一直接触着这个日行有关的 所有的事 他才能够做得好的 嗯 其实呢 他住那里呢 他住的 他的住所呢 和这个日行的总部呢 是新港线最快的 就是最快的 那他每个星期呢 都会回家一次 那期的那些时间呢 都在日行的地方那里流缩的了 那么他又曾经说 那些人问他 他还在坐经济客位呢 记住我 他他已经是就是 老实说 他是这个日行最高的领导人 是 但是他都不会坐所谓什么商务客位啊 那些 就是这个表现到他是平易近人 另外一样呢 就是钱不是问题 我另外觉得一样呢 就是他呢 为什么要坚持要坐日行周围去巡视呢 因为他以一个乘客的角度的感受 你包括你经济客位呢 你才能接触到最多的乘客 但是他们有表达的 是 就不是真的为他去看出一些东西 当然 当然 而是他要融为一体 是 所以呢 就是这个呢 也是体验到呢 就是一些的管理层 或者领导层呢 就是他的处事的方式呢 也可以呢 导致这个整个企业的文化 是什么呢 这边都介绍一本书比较多人看过的 那么热卖的 就是到现在呢 都不会冷却的 现在都买得到的 啊 很容易买的 你去内地的书店 以前呢 我流行去珠海拱北 那个地下书城 文化书城 现在因为那里拆了 有另外一件事 又或者是吉大的新华书城都可以买到的 就是杜盛和夫啊 就是吸年轻人的信啊 里面呢 很多精警 因为他说的话呢 就不是等于有些人 将李嘉诚的说话插了 又说管理的金石良言 不是 他真的说的话呢 是很有他的一套 而那一套呢 不复杂的 那我想呢 就是大家呢 好有 我年轻的时候呢 都看很多些成功的人的书 那呢 就 有个问题呢 看一看你就变得气馁了 因为呢 原来他里面所说的话呢 第一个印象就是说 哇 时代不同哦 你可能的机会是最对的 所以呢 就整形你发的 难道现在你会这么发明 就是有一种这样的错牌感 这个是不是错牌感 因为我还没成功啊 所以那一套呢 整天都是因为这样的 你不要指望 看一本书呢 你就会发达 最重要呢 就是一本书 或者等于你看 一些的电视剧 可能一句应该还没用 那就启发到你了 其实呢 那杜盛和夫的书呢 他写来就很平易的 那么 也都令到你看了之后呢 通晓了一些的道理 这个道理就帮到你在日常的事务 你说到这里呢 你有位老友呢 有位老友呢 都是写这些 就是经营之道的书 逢两路 是的 是呀 我邀请过他来澳门电台 因为我在香港电台呢 我参观的时候就遇到他了 我一邀请他就来做了一次 可惜呢 他后来呢 有一次就应该在书展那里 他心脏病发就活生了 那因为呢 其实呢 冯两老呢 就以往都有写那些书呢 一门差二 是 特别写三国做基础 教人怎么去管治 那么呢 其实我又看过他的著作的 那我觉得他呢 有部分当然他不会 跟这个杜盛和夫一样 绝对不会 但是呢 都是有少少 就是有些章节呢 就像他 就是说 有时他不会跟你说很大的生意 他就是跟你说 你做生意的心态是怎么样 你未必一定发达 成功的生意未必一定是发达的 那么成功的生意 就是可能呢 你个人呢 就未必一定是找到很多钱 但是你呢 会将这个生意 他最关键呢 杜盛和夫呢 他说 我们是要照顾这么多个家庭 就是这个呢 他令到那些员工呢 就是和他一起做事的团队呢 是很开心的 杜盛和夫呢 你看他的子女行间呢 就透露到 就是要包容 他教你公共关系呢 更多个教你怎么去发达 他不是直接教你发达 而是教你呢 人际之间 应该怎么样互相的尊重啊 这个包容呢 就好啊 你比较聪明呢 轻浮去执人啊 我不知道这个近期 当然我说的近期 并非疫情的近期 就是疫情前的近期 再有没有我们邀请一些世界知名的 这些经营的 实战的成功人士 来中国去中国 疫情就影响了很多 疫情前 你见到很多的 包括啊 Bill Gates 是吧 来中国讲过无数次的货 另外还有呢 已故的霍金 是吧 霍金是讲物理学的 但是刚才说的Bill Gates 他是讲一种经营的 同样的重要人物呢 经常在北大 清华大学啊 复旦出现的都很多的 所以呢 现在我就希望呢 我们不要用一种 就是 什么都政治化 泛政治化 有些没有政治化 例如我们不让他 在中国 来到在网络里经营的 嗯 珠克伯格 Facebook 但是他来中国 讲课 试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觉得呢 美国的会多的 但是日本的呢 似乎就不多啊 哦 就是好像 日本那样 因为呢 其实不同的大学 都有合作的 政治为不政治 例如 祖稻田大学呢 和内地很多都有交流 包括复旦 我说呢 就是 不好呢 就是因为呢 因为中日的 以前的一些问题呢 会导致呢 在一个 搬脚石 令到我们呢 对于这些 成功的 日本的 商人 或者这些 知名的企业家 和我们沟通 其实呢 这件事我希望呢 分清楚是两件事 你只要呢 去内地的书店 走一次 看看那些 行政管理的书架 你知道 就不是很怕的 嗯 嗯 我想呢 今天我们说了 就是都叫做 刚刚开始 如果我们 有机会呢 就可以 讲多些 就是 杜盛和夫里面 那些 的 经营啊 各方面的事情 这些我想很多 有些当故事讲 我想都 挺好听的 有趣味性的 例如啊 曾经有一套电视剧呢 很出名的 雍善玉呢 为他唱了一个 中文版的主题曲 这个叫做 亚信的故事 是 我们有机会都可以讲过 好 多谢辉哥